哈喽大家好我是Fiona 今天我要尝试做寿司 这是我第一次做寿司 做的怎么样呢 我也不好说 大家就跟我一起期待吧 米饭呢我已经蒸上了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都准备了哪些辅料 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 中文叫什么 中文叫 牛油果 这是我买的一个牛油果 然后买的三文鱼肉 然后这个是前两天吃剩下的一个奶酪 这个是已经开封的这个虾 然后买了这些 这些这个叫什么肉啊 这个反正就是开袋及时的那种肉 买了两种颜色 然后呢买了有这种罐头的鱼 还有这种罐头的 这应该也是肉吧 反正是肉 具体的我也没打开过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还有那个午餐肉 还有我买了一盒这个鱼子酱 这个鱼子酱呢是这种黑色的鱼子酱 寿司里头应该是不常见这种黑色的鱼子酱的 但是在超市里我没有见到那种红色的鱼子酱 就买了这个黑色的 尝一尝吧 接下来呢我对这些配菜呀做一些准备 这个牛油果切好了 我们把它码到盘里 就是今天用的料呢 我们都把它码起来 码起来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拿了到时候做寿司的时候 其实这些切的准备的话就很简单 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 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都没有什么太多要求 这两瓶晚饭吃了 这个三文鱼还带鱼片呢 得把这个鱼片给去掉 只能一点点片了 没想到它还带一大块鱼皮 好 把鱼皮片下来了 不知道能吃多少 哦我的妈呀 差点削的我 然后开始包虾 把虾剥了 哎呀我的妈 虾的那个脑子啊什么都出来了 其实很不喜欢处理这些食材什么的 哎呀 这直接影响到我吃饭的快感 好多人都劝我说 哎呀那一想要吃一顿美食 你还不付出点努力 那能行吗 也没毛病 嘿 一个虾就剥完了 现场剥虾 又一个脑子讲的全出来了 哎呀 我觉得做饭的乐趣它带给我的乐趣就是做饭的时候哼小球带给我的快乐 我还蛮喜欢就是就是脑子里什么东西都不想的时候然后哼个球上什么的我觉得就非常的惬意和放松 在我之前的视频里有的时候出去散步什么在半路上哎心情好然后就哼个小曲什么的 也不着调就是也不在调点上 这个五层肉我弄不出来哎呀不吃了 真的是把我手都拍疼了也拍不出来的 哎呀不吃了那就不吃它了 接下来打开这个肉 这个是个鱼肉 哎呀哎呦流汤了 哇哎呦哎呦 哎呀呦呦 接下来我开这个肉 不知道能看见里边都是油 稀碎状的 不如能摆摆在寿司上能会不会碎掉 开了就开了吧 开了就先弄招吧 这个鱼子酱我也没有办法打开 再怎么办啊 直接拧的话呢是拧不开的 哇 开了 哦是这种很小很小的这种鱼子 就是那种小粒粒 还行 星度的话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对了还有一样我买到的非常重要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海苔片 接下来呢我把这个海苔片切一下 海苔片呢在寿司当中起一个点缀和固定的一个作用 它可有可恶 但是有了之后呢你可以那个嘴巴感受到那个海苔的香味 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海苔片也放上 米饭也煮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寿司了 晚一点米饭 再太多了 烫死了 烫死了 好烫啊 还有什么 太烫了 还好我的手是洗过的 要不然这吃的时候多闹心 一个就卷好了 做一个三文鱼 弄上一个海苔卷 海苔太长了 撕掉一部分 一手撕就完成了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酷刑 我把鱼里头的油往手里倒一点点 这样的话就避免米饭粘我的手 再挖一点米上来 一把成功 这个好 这个我就做一个牛油果的吧 就完成了 做好了 我现在做一个牛油果的油果 快到最后一步了 上鱼籽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就是我做的全部的寿司了 看着真不错 接下来我就尝一下自己做的寿司味道怎么样 先尝一下三文鱼 味道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没有芥末那种冲劲和姜片的那种缓冲 或者说那种亲口的那种作用的话 整体吃起来稍稍有点腻 我再吃一个 我感觉还是得放海苔 海苔的味道简直好吃极了 整体觉得这个大米里头应该是缺少了寿司醋的原因 所以吃起来大米的味道特别的浓 没有那种清香的那种寿司醋的清香 然后我再来吃一个这个鱼籽的 说实话我没有吃出来鱼籽的味道 可能鱼籽放的有点少了 多多少少有体会到鱼籽的那种 在嘴里爆浆的那种感觉 我还是觉得呀 那种红色的 大一点的鱼籽那种爆浆感更强烈一些 我买的这个黑色的鱼籽呢 因为这个鱼籽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所以在你嘴里咬起来呢 你就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因为大米的颗粒感都比这个鱼籽的颗粒感要强 吃了几个之后呢 觉得还是多多少少有点腻 所以呢我决定就班打算 我觉得大蒜解腻来说呢应该是非常好的 切一碗大蒜之后呢 然后再吃起来呢 就一点都不腻了 跟那个 健不健的那种功效或者作用吧 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 整体感觉我还是相当满意的 我感觉吃几个的都吃饱了呢 我在最后吃一个 好了 整体来说呢 这次做寿司的经历啊 是成功的 我非常满意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拜拜